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在美国军援被卡的时候 欧盟承诺在三月前提供的100万发炮弹 也只能兑现一半了 德国目前正成为乌克兰的最大军事援助来源国 2月16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柏林时 德国总理塑尔兹宣布了价值11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 包括更多的装甲榴弹炮和防空系统 以及大量的弹药 这个计划承诺 2025年底到2027年 德国将提供18门PZH-2000履带自行榴弹炮 和18座RCH-155轮式榴弹炮 此外将首次提供口径122毫米的炮弹 其中12番炮弹可以在今年内供应 今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 用于IRST-SLM防空系统的防空导弹 明年将提供第二套Skynex型的防空系统 RZ-155轮式炮车是世界上最高水准的自行榴弹炮 它可以算作履带式自行火炮 PZH-2000的轮行化 自动化 模组化的进阶版本 两个星期前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谈台湾开发的猎豹105毫米轮行战车 与德国相比 台湾不论在技术和经验上 还是资金和人才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 但德国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就是轮行化 自动化和模组化 RCH-15轮行炮车 不同于乌克兰部队已经接收的凯萨卡车炮 它更像履带式自行火炮 甚至可以一边行进一边开炮 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和生存性 今天我就想来聊聊轮行炮车 RCH-15是德国最新型的自行榴弹炮系统 它是以全式八轮甲车底盘 搭配一个模组化的全自动化无人炮塔 采用了KMW公司的52背景155毫米榴弹炮 由于德国军费有限 国防军至今还没有装备RCH-15自走炮 这次德国要求KMW公司为乌克兰生产 18辆全新的RCH-15 全式装甲车采用先进的模组化设计 分为驱动模组和可移动任务模组 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更换模组 以满足不同的任务 而RCH-15的模组化无人炮塔 大量采用了PCH-2000自走炮的技术和零组件 并强调能够轻易与各种40吨级的底盘整合 RCH-15车长约7.9米 炮向前长10.4米 宽3米高3.6米 底盘高度0.5米 战斗权重39吨 可以携带30发炮弹 乘组员只需要两名 左侧是炮手车长 右侧是驾驶员 动力系统采用了815匹马力的MTU V8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高时速达到100公里 续航里程700公里 RCH-15配备了任何角度装填的自动装单系统 集成弹药计算和火炮控制系统 还有一个高精度的GPS冠性导航系统 还配备了空调三防系统灭火易爆系统 车内配有驾驶员多功能 显控终端和炮涨的大面积 全触屏液晶显示屏 已经看不到任何传统的仪表了 RCH-15底盘后部配备了12.5吨重的 全自动AGM无人炮塔 炮塔上有遥控武器站 可以安装一艇7.62mm机枪 和两组四个76mm烟雾弹发射器 炮塔内安装一门与PCH-2000同款的 155mm 52倍径加冬炮 由于炮车采用的全时轮式装甲车底盘 可以提供较好的稳定性 因此RCH-15在不需要任何附加支撑装置的情况下 就可以轻松的实现360度无死角的环射能力 火炮可发射所有标准的北约155mm弹药 普通炮弹射程30公里 底排弹射程40公里 超远程炮弹达到54公里 使用火山炮弹射程可以达到70公里 火山炮弹与美国的神剑炮弹类似 由BAE系统公司与意大利的里奥纳多公司合作研发 号称地表最精准的炮弹 能击中70公里到80公里范围之内的目标 并重精度达到1米 无人炮弹由除弹舱 发射药舱和电机控制装置舱等等来组成的 在火炮的耳周下方的除弹舱 携带了30枚炮弹 由机械取弹臂向输弹机攻弹 炮塔右侧后部是模块化的发射药舱 对制导炮弹进行编程之后 就可以全自动射击了 RC-15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9发 具有5发同时弹灼的能力 集中目标的时间间隔只有2秒 RC-15还具有行进间的射击能力 可以在不到20秒内准备好射击 连续发射9发炮弹 并在不到10秒内停止射击撤离 RC-15的防护能力也不错 炮塔是由轻型的铝制装甲制成 可以防护7.62毫米子弹和炮弹碎片的打击 还可以加挂符合陶瓷伏加装甲模块 可以在200米距离全方位的防御 14.5毫米穿甲弹射击 RC-15还有多层地雷防护套件 底盘可以承受10公斤装药地雷的爆炸 RC-15自行榴弹炮的加入 将会使乌克兰炮兵的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一个级别 乌克兰人手中已经有了PCH-2000 M109 谢氏 达纳M2 祖扎纳2 凯撒 弓箭手 等各国先进的火炮 再加上RCH-15 战后完全可以开一个先进自行火炮展览馆了 RCH-15和台湾自行开发的猎豹轮行战车 都是以八轮甲车底盘为基础开发的轮行自走火炮 不过RCH-15确实有许多进步之促 虽然都是八轮甲车底盘 但全时采用了高度模组化的设计 RCH-15基本只保留了全时的底盘 乘员舱全部去掉了 这样保证了炮塔高度更低一些 重心也会较低 有利于炮击时的稳定性 还有就是RCH-15的炮塔是独立的 可以整体掉装 这样不仅更便于战时的快速维修和更换 也可以让这个炮塔十分轻松的安装在不同类型的作战平台上 RCH-15的火炮是全自动的 保证了火炮的高射速 同时也大幅减少了乘组员人数 只需要两个人 两个人都坐在车体的前部 裂炮的火炮呢是105毫米的 但如果参考RCH-15将乘员舱去掉 火炮设计成全自动的 不仅高度会大幅降低 而且射速会更快 当然在行进中也可以高速射击 这些改进和升级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 不知道台湾陆军是否会感兴趣 打断大家一下 我还是要为朋友做一下广告 他负责为美国海军预备役招收退役军人 海军 陆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 任何退伍军人他都欢迎 不过只要美国的退伍军人 具体情况可以联系这位朋友 他的联络信息我会放在置顶留言里 刚才提到了乌克兰部队 已经获得了众多型号的自行火炮 包括PTH2000 M109 AS90 谢氏 达纳M2 祖扎纳2 凯撒 弓箭手等等 其中轮式炮车就有捷克的达纳M2 斯洛伐克的祖扎纳2 法国的凯撒 瑞典的弓箭手 再加上德国的RCH-15 可以说西方最有名气的 轮式自走炮都汇集在了乌克兰 乌克兰也毫不吝惜地 称赞PTH2000 凯撒和弓箭手 认为他们性能好 射速快 炮管寿命长 履带式的PTH2000自走炮的炮管 可以承受的标准射击次数 大约是4500发 之后建议更换新炮管 不过在乌克兰 有的炮管却达到了 破级录的2万次射击 因为榴弹炮的使用过于频繁 乌克兰面临许多与维修有关的困难 以至于一半的PTH2000 总是在维修当中 而且乌克兰国内还修不了 要送到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去维修 PTH2000因为生产周期长 价格昂贵 德国和荷兰只能援助10多辆 而凯撒卡车炮 就成了乌军的主力自走炮 大约有60门左右 更是获得了乌军的高度评价 法国还在今年1月表示将再援助乌克兰 78门全新的凯撒炮 凯撒卡车炮是1990年代末期服役的 法国现役自行榴弹炮 是由6辆卡车搭载52倍口径 155毫米火炮组成的 全重17.7吨 由于卡车的越野性比履带车更好一些 因此这种自走炮很适合机动部署 凯撒炮车上可以装载18发炮弹 基本由5名 最低是3名士兵进行操作 使用增程炮弹时射程可以达到42公里 如果使用火箭推进炮弹 则射程超过50公里 而且凯撒自走炮也能发射 美国雷神公司的M982神剑制导炮弹 神剑炮弹是一种精确制导的武器 可以利用半主动激光寻标 也能够以GPS导引 圆周误差不到2米 精准度不输导弹 但成本更低 神剑炮弹可以被广泛的西方国家火炮使用 法国还发展出了 采用8轮卡车底盘的凯撒2 在2019年开始服役 凯撒2的火炮没有重大的变化 仍然是52倍口径155毫米火炮 不过使用了全新的自动装弹系统 有2-3名士兵操作 最大射速每分钟6发 秤组员有4-5人 凯撒2更新了武器控制系统 因此可以比凯撒更快更准确的射击 因为采用了8×8的底盘 车重增加到30吨左右 不过凯撒2因此能够携带更多的弹药 并增加了越野机动性 弹药数量从18发增加到36发 行程达到了600公里 因为控制系统的升级 凯撒2也具备了多发炮弹 同时弹着的能力 每发炮弹都有不同的弹道 这样所有的炮弹都能同时到达目标 这种设计方式 在没有叫射的情况下 突然多发炮弹同时击中目标 具有非常强的突然性和破坏性 此外凯撒2的进出阵地时间也都缩短了 只需要60秒就能完成开火准备 离开设计位置也只需要60秒 两分钟内凯撒2可以发射完六发炮弹 并撤离阵地 2017年丹麦订购了34门凯撒2来取代旧式的M109自走炮 2022年法国与丹麦协商 希望把其中一部分凯撒2移交给乌克兰 丹麦在2023年同意将19门凯撒2火炮系统援助给乌克兰 2021年捷克订购了52门凯撒2后来又最佳了10套用来取代旧的达纳自行火炮 瑞典的弓箭手卡车炮在2023年开始抵达乌克兰扎布鲁热前线 它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卡车炮也被称为快炮王 可以在两分钟内打光弹舱内的21发炮弹 在发射普通炮弹时最大射程40公里 发射M982神剑炮弹时则有60公里 快追上海马斯火箭炮了 虽然同属卡车炮 但弓箭手被认为比法国的凯撒更先进 因为凯撒需要停车后再由炮手半自动的装填弹药 而弓箭手的炮手根本不用下车 停车全自动发射完21发炮弹然后撤离 一轮串的射击动作只要10分钟 英国也购买了14辆弓箭手 用来填补向乌克兰提供32辆AS90自动炮后的空缺 弓箭手卡车炮使用了沃尔沃6×6角结式卡车底盘 驾驶时能够抵御7.62毫米枪弹的攻击 底盘能够防御6公斤地雷的攻击 轮胎也是防弹的 弓箭手只需要驾驶员 炮长和瞄准手在内的三名成员 战斗群重30吨 比凯撒重了12吨 与凯撒2大体相当 配备了一台340马力的增压柴油机 最高公路时速90公里 最大行程650公里 弓箭手使用了一门52背径深管长度的 FH-77BW式155毫米榴弹炮 全自动装弹机 配有20发带发的弹丸 和限量数量的模组化发射药 正常射速每分钟9发 爆发射速15秒内3发 并具备六发炮弹同时着地的能力 能发射底排弹 墨敏弹和远程制导炮弹等 多种不同类型的155毫米弹药 可以看到 轮式自行火炮越来越受到重视 除了装甲防护力和载弹量方面 不如履带式之外 轮式火炮的优点很多 它们反应速度快 射速也越来越快 新型的还具备了六发炮弹同时着地能力 在维护性和使用成本方面 更是远远好于履带式火炮 观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呢 请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请继续观众马克时光 咱们下期再见